夫妻到医院迎接非亲生儿子出生抱在手上泪崩,我是你爸爸!真情感动800万网友! 有些人结婚以后发现孩子多了,生活也变得忙碌,常常抱怨因为小孩儿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,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。 今天要说的这对夫妻结婚九年,是过各种方式来治疗不孕,不论怎么努力,怀孕的机率仍然渺小,他们决定领养小孩成为他们最爱的儿子。 经过了繁复的领养程序,他们终于可以去迎接他们的孩子了,他们心情忐忑,带着许多婴儿用品,大包小包要去搭飞机,不断在心中想象见到面时会是什么感觉,等了这么久终于能亲手拥抱他。 在医院等待时,听到护士对他们说,您儿子,心中更是感慨万分,寂寞生又期待的心让两个人眼睛都烦泪,待在电梯沉默不语。 终于见到的哪一刻,两个人的眼泪在也止不住了,看着眼前的GiCup,两个人紧紧拥抱,像是在跟对方确认,这不是梦,我们的儿子真的在我们眼前。 爸爸小心翼翼地抱拥抱招子,就像世上最重要的抱我,不断地跟他说,GiCup,我是你爸爸哟。 他们记录下见到GiCup,最重要的时刻,真的好感人啊。 祝福他们一家三口幸福快乐,看他们的样子小编也一起哭了,呜呜。